哈喽大家好 我是朋友里的骆驼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 有关于翡翠的质地区别上 给大家分析一下 我就简单的分析一下 也不说太多 我很少分享专业知识 因为这个东西 网上有大把的专业知识 分享这些东西 没什么太大的意思 很多的这个网友 去这个种老种类 还有老料子 还有这个老藏口的料子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老坑的料子 还有新藏口的 就是新坑的料子 这个区别 很多人对这个不是特别的 绕得比较迷惑 有的时候我们行内人 对这些个专业的词 都会有一些各有各的说法 所以说每个人的这个说法 都是不一样的 我呢就是 只能代表我个人的这一个观念 给大家去分析一下 大家看一下 我刚才借了几个件 给大家分析一下 很多人呢 对这个老料跟新料 这两个词的概念 有很多的说法 包括行业内的人 也有不同的这个理解的概念 仅代表我个人的观点 给大家去简单的分析一下 首先我们先说一下 这个翡翠它的形成过程 翡翠呢 它本身是应欲的一种 它这个形成的条件 非常的恶劣 是在这个低纹高压的这种环境下 才能形成啊 它经过这个地质强烈的运动变化 才能产生这种的物质 经过千万年的这个岁月的锤炼 它才形成的这种物质 所以说它的资源也是机器的匮乏啊 不是特别多 所以这种物质呢 就成了宝贝啊 深受这个我们老百姓的喜欢啊 尤其是我们中国人啊 特别喜欢这个玉啊 因为这个玉在我们中国 是有几千年的这个历史文化 尤其在清朝的时期 独树宠爱的 我们先从这个种老跟种的说一下啊 种老啊 主要是说的这个翡翠的这个密度啊 也就是说它这个细腻程度 这个内部结构啊 晶体越细腻的这种料子啊 种越老啊 翡翠啊 这种矿石 在地下形成以后嘛 经过这个地球运动 把它又推到这个地表层 到达地表层以上呀 就经过风吹日晒的这个风化啊 使它又破碎啊 经过水流的冲击啊 又把它给冲击到这个河床上 形成了一个自身化 质地比较松散的 结构不够紧密的一些品质 就会被淘汰掉了 剩下一些这种结构特别细腻 品质特别好的呢 就把它留下了 留下以后呢 就包了一层这个泥浆 久而久之呢 形成了这种这个皮壳 也就是说我们常看到的 这个翡翠原石的皮壳 形成皮壳的这种原石呢 再经过大自的这个考验 又筛选呢 剩下的就是一些精品 那这些精品呢 就是我们俗称的是老料啊 老料呢 还有一个区别 它这个结构啊 晶体的结构 非常非常的紧密 非常非常的细腻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种件 根本就看不到它晶体 也看不到它这个有棉团 所以说呢 它这个结构非常非常细腻 我们称这种料吧 为老料啊 为老料 那嫩料是哪种的呢 现在看到的这种牌子啊 我们看到它是比较粗糙啊 它这个晶体结构啊 比较松散排列的 不够紧凑 那这种矿呢 它属于原生矿 这种矿呢属于原生矿上 被冲击下来的再生矿啊 再生就是说 它经过再次埋在地下 又经过了甚至上万年 几千万年 那个洗礼啊 把它变得更加强硬 也就是说 它的预化的程度 会更加的好 那这种的原生矿呢 它始终在这个矿体上不动 它没有皮壳 所以说它一直都是一个样子 都是老样子 它的结构呢 就会松散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新料啊 那新料跟老料 它俩的形成的时间呢 没有长短啊 没有具体的长短之分 那也有可能它先形成的 也有可能它后形成的 但是总体来说呢 都是经过几千万年 甚至上一年 才能形成这种物质 所以说我们一般判断 这个老料跟新料的这个区别啊 就在这啊 这种新料跟老料 它俩有什么区别呢 这种老料子啊 经过多少年 不会变种 因为它已经经受了 这个岁月的考验 不会轻易受到 这个外部环境去破解它 那这种呢 晶体结构比较粗糙 它会很容易就受到 三吹日晒的摧残 使它进行分化 包括它的颜色的色度啊 都会慢慢的变淡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种料子 有点发白 那经过几年 或者十几年的变种以后啊 它慢慢的变得发黄 变得暗淡 没有光泽 所以说这就是嫩种 这就是区别啊 这块料子啊 它的价值大概要 几个W啊 这块料子的价值 大概不过千啊 不过千 因为它还有点这个绿色 如果这块料子 没有这点绿色啊 这块料子啊 顶多是值几百 所以说这个老料跟嫩料 它俩的区别啊 就非常的大啊 价值也相差的太多啊 那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这个老料跟新料的一个区别 那为什么我们都愿意去买这种老料子 而不选择新料子 那这种新料子啊 这种新料子啊 可能也像我们人一样 百年以后啊 就化成了一把灰烬 那这种可能是几千年 上万年都不会变的 所以说 它来的价值差了很多 它的质地特别的致密 晶体呢 也比较细腻 那颗粒之间呢 划分的也比较模糊 光泽呢 也特别好 也是很油润的啊 很温润 那这是我们 值得选择的这种料子啊 也是收藏级别的一种料子 老料子给人的一种感觉 就是很透啊 同时肉质啊 感觉像有胶状啊 胶状的感觉 没有明显的这个颗粒分布 所以说呢 它会融为一体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这种 起胶了啊 我们常说的起胶了 那就是这种形态啊 胶感特别强 就是起胶了啊 就是这样的一个表现形式 老料子跟这个种老啊 是两个概念 那这个是种老 这个是老料子 那这块是一块糯种 这块是属于一个冰种 那糯种冰种 它俩之间呢 就是也有很大的差别 那但是 这块料子啊 它属于老料子 所以说它也不会轻易的变种 它都能形成了一种玻璃感啊 玻璃光泽 我们看到这翡翠的这个声音 你敲击一下啊 它的声音是不一样的 形成了那个玻璃感 这是翡翠独有的一个特性 任何物质达不到的啊 任何物质无法比的啊 这块料子也是黄翡啊 也算是黄家兰 这也是老料子啊 所以说老料子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意思啊 老料子不代表种老 但是代表它经过的岁月更老 把它锤炼的非常非常的坚硬啊 经得起考验 嗯 晶体不是说多细腻 但是它是老料子 我们看一下这块牌子啊 这块牌子非常有意思啊 黄家绿 那这个牌子呀 如果是单色的黄也不够有价值啊 那如果是这个黄家绿呢 它的价值会更高啊 所以说黄家绿的这种料子呀 都是收藏级别的 好了那今天的视频呢 我们就分享这些啊 那感兴趣的朋友呢 一恩给我的头像过发私信 我们相互的交流 也可以在评论区里边留言 我们相互的交流 相互的讨论 那大家对这个 种老与种嫩 老料子与新料子 还有这个老长口与熏长口 老坑料 有什么不同的见解啊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里边留言 相互的讨论 那我的分析 只能代表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啊 因为每个人他的观点是不同的 那希望大家呢 不同的留言 共同的讨论 我们一起学习 观古珠宝成立于广东 拥有国家注册商标 从事翡翠行业十余年来 坚持从缅甸矿区 采购性价比最高的翡翠原石 聘请知名的翡翠雕刻大师 精雕细琢 支持私人定制服务 为大家提供 可以传世收藏的艺术品 观古珠宝客户 遍布海内外 特别是在华人 较集中的美国 加拿大 新加坡 港澳台等地区 有很高的声誉 每天都有很多新老客户 结缘观古 以往都认为 翡翠价格过高 那是您不了解翡翠 关注我的微信 78872456 学习更多翡翠知识 判断翡翠的价值 打破传统珠宝行业 虚高暴利 买翡翠 找观古 微信 78872456 观古珠宝向您承诺 全厂保证翡翠A货 送国检证书 支持全国负检 可以淘宝交易 假一赔时 鉴赏期内不满意 可以无理由退换 同等翡翠所受价格 低于实体店的三折 可以随便对比 微信 78872456